小葵实在太坏了 每天半夜起来偷干坏事冤枉小心和广志 没想到这次被抓了个正着 小葵究竟干了什么好事呢 这天美牙看到传单 他们所处的区域即将实施新推出的垃圾分类回收方法 然而更可怕的是这次居然要分得非常详细 到了晚上广志下班回来 发现家里摆满了垃圾桶 经美牙解释这附近正在进行垃圾分类的实验 而这项任务就得需要全家人一起努力 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先练习看看怎么分类 美牙拿出用完纸巾的空盒子给小星分类 小星一脸自信直接放进可燃垃圾桶 结果却是错误的 广志健壮拿起盒子直接压扁再放进纸类的垃圾袋里 依然还是错误 美牙表示因为这里面还有一片塑料膜要先撕掉才可以丢掉 弄不好就会被回收人员给退回 接着美牙把塑料膜拿给小星分类 小星直接丢进不可燃垃圾里 结果又是错误 应该要放在旁边的塑胶类垃圾里 小星表示自己实在搞不懂 于是拿出小熊饼干询问美牙怎么分类 面对如此麻烦的垃圾分类 广志表示美牙是个三分钟热度的人 要不了几天肯定就开始随便分分 这瞬间激起美牙的斗志 决定要带领全家好好完成这一项艰难的任务 到了第二天 明天是丢不可燃垃圾的日子 美牙一大早就准备一大袋垃圾 让广志上班时顺手拿出去投放 可不料等到广志下班回来 发现早上投放的垃圾由于没有做好分类被退回 因为里面丢了这个动胆超人饮料瓶 很显然这是平时小星喝的 但小星却一份填饮表示不是自己丢的 因为觉得这个金色包装的瓶子很漂亮 所以自己把它收藏在玩具箱里 怎么可能跑进垃圾袋里面 母子俩一致认为肯定是广志弄错了 并且强调明天是丢塑胶类垃圾的日子可不能再出错 到了隔天广志又顺手拿了一大袋垃圾出去投放 自信满满今天肯定不会再度出错 结果等晚上下班回来发现垃圾又被退回 这次是因为里面放了一张光盘 很显然这是广志半夜偷看刺激节目的物品 广志很疑惑自己明明藏在电视柜后面的 怎么会被当成垃圾丢掉 到了第二天是丢可然垃圾的日子 美牙表示昨天睡前已经检查一遍了 这次肯定没问题 临走时美牙不放心再看了两眼 结果发现自己的珍珠项链居然在里头 这时小心土豆脑大开 把珍珠项链和之前的光盘金色瓶子联想在一起 这些东西都会闪闪发亮 所以一切矛头都指向小葵 果然到了半夜一家人熟睡中 小葵又偷偷醒来把小新的金色瓶子放进可燃垃圾里 不过这次被全家人抓了个正找 小新和广志的嫌疑也因此喜庆